开播大中华新闻咱们继续来看 为了庆祝无情节 台东国舍演唱关桃母的传统 今年 是有四名邓华公主来加条30公分大的桃母 来关键后中华官 基督教变因赞富士爱基金会 来自身严谨朋友 当时台东传统人担有用 也来帮邓华公主 玩上这个最练的台发作行 为了庆祝无情节 先跟台东国舍演唱团统 复起关桃母制工作一个话题 今年中将在到四名邓华公主来很响应 适合中道在台东传统人的帮助之下 一口气加条30公分的桃母 剪短后就比较凉 然后也不用洗头发洗那么久 比较简单 可是你还会想要继续留头发吗 应该是会 为什么 因为还可以帮助其他人 今天很高兴呢 我们又可以带着小朋友 来响应大同的这一个多年的传统 就是小朋友会将他的头发续长之后 剪下来 来协助受需要帮忙的小朋友 我们小朋友都跟爸爸妈妈 都响应这一个活动 那个人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那家长跟小朋友的爱心 把大同每个小小的心灵都串起来 凝聚在一起 台东传丁夫人邓尤英表示 听到台东国家的孩子 买关头末的消息 让他感觉很感动 因此他每次都会来响应 好好的说话 都会帮这些孩子跟头末 换上美类的地方做形 这样超多的 30公分 台东国秀表现 关头末做爱心的故意外动 要感谢每一位积极成为 核心 家长 下苦面中 郭老师 这些头末中 广告中华基督教变 于切副之爱基金会 用来制作给头末 支持感情背诱 大家智慧中爱团出去 大家智慧中华新闻也红 五新刚才红包的